。 各位好 歡迎準時收看金融百分百 大盤又漲今天 連漲三天 很多投資朋友在問 我到底該不該買 从8523以来 一天 两天 从礼拜二 礼拜三 到今天礼拜四 涨了1200多点了 我知道很多人还在观望 现在很多人手中 当然自己有套住的祸 那有些人是手中有很多现金 这两种人现在想的是不太一样的 我知道很多投资人 在前一波受伤很惨重 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卖 那这些股票 什么时候会回来 或是我们用另一个方式讲 什么时候卖掉 能够收回最多的现金 这个是很多人需要知道的事情 有些股票跌得蛮深的 来你看 你看这个金顶 这股票是从211 跌到92块钱 这个精彩 很多人有 你看 从95块钱崩到44块钱 腰斩股票很多 我们今天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讲试85 23是波段低点 那么什么是让你能够进场的 最安全又相对低的位置 85 23不会有人全力大买 但是一定有一个点位 是让你进场相对最安全的 那如果这个点位找出来 其实很简单 你要摊平的也好 那你想要在这个地方进场去 大减便宜货的也好 你先要有个依据 其实最主要是疫情在主导 那疫情最主导的是在人的恐惧心理 恐慌害怕 各位你想想看指数从12197 这里12197 横着走横着走 慢慢跌慢慢跌 你看这个融资余额都是不知不觉的 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段行情都没有 可是当12197一路这样下跌下跌 融资在砍砍 砍到最后之后 各位你知道吗 从12197跌到这里来之后 已经跌了多少 已经跌了3000点之后 再给你最后一天再跌个600多点 你会不会害怕 从12197到这里已经跌了3000点了 最后这一天盘中再给你跌690几点 你会不会怕 8523 你一定怕死 这是最怕的时候 因为你脑袋里面想就是确诊人数增加 疫情蔓延 所以加上股票730加跌停板 好 来 你连国安基金要召开会议 你都已经 不知道该怎么解读了 你只想把股票赶快卖掉 好 那你卖掉投资人 你为什么在当下那个时间 你会卖掉它 因为你觉得受不了压力 受不了压力 可能就是在最低或是相对低党区了 最怕的时候 情绪的紧绷 这个融资912亿 比金融海啸3955更低 我不晓得应该是有记录以来 当然开放融资那段期间 融资慢慢增加 可是我的电脑里面秀出来的是 我电脑里面秀出来的 那个大概几乎是 从来没有看过的 你做股票 没有超过20年的人 你绝对没有看过这个融资约这么低 它融资约低不代表什么 重点是外资砍了5000多亿出来 那投资人恐慌 这个是反映投资人的心理很害怕 那疫情扩散跟防疫措施赛跑 有没有可能疫情的头部 就是股价底部 各位你想想看 这落后指标 纽约 英国 佛系 有没有 英国首相强生 佛系抗疫 他说你们就自己去 反正希望老百姓就是 能够自己得到 得到之后对不对 自然有抗体 那个强生那时候讲的 被人家笑死了 可是马上就改口了 两天之内 大概两天就改口了 川普也是一样 纽约的封城宵禁了 连纽约都宵禁了 那代表全世界的防疫措施 都已经拉紧神经 上紧发条了 那接下来你全部都已经上紧发条 那个疫情虽然它还是会 还是有人在感染 可能人数还是在上升 可是因为我们全球都已经做了 最高规格的防范 连奥运都要停办了 观众朋友 那未来有一天 这个确诊人数一定会下来 可是我跟你保证 股价一定见底先往上走了 你知道这两天最惨的航空业 你知道吗 你知道波音两天涨多少吗 两天涨50% 汽车业特斯拉 这一波特斯拉从高点跌下来 跌了六成 你知道特斯拉这两天涨多少吗 这些东西我跟各位讲 就是人类的恐慌心理所造成的 好 我们现在来讲 那今天又涨 今天又涨 很有趣的 我现在跟各位分析 第一个 你要想 我们先不要猜8523 是不是第一点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8523到今天 今天收最高 来 几乎最高 今天最高是9739 今天收9736 差三点收最高 从8523到9736 已经涨了多少 1213点了 这是雪崩式的感底 对不对 我讲 从波段12197 跌到这一天来之后 已经跌了3000点之后 再给你跌个695点 大家通都卖光了 这融资通清光光了 所以这极致恐慌之下 好 来 你看盘中开盘 很多人说 老师啊 这个连长两天 一定会回档修正 没有错 重点是回到哪里 你8523去抢的 你8600去抢 8700 8800去抢 8900去抢 9000都可以 你今天要卖就给你卖 给你卖 对不对 哎呀 大盘长两天了 有没有 杀下来 要回档了 所以你在这里 你会预设立场 散户都是这样子 前面呢 能卖的都卖掉了 后面给你拉上来 基础收最高 为什么 ODC更明显 下来 这个叫什么 人性嘛 大家都说 打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 我当然知道打第二只脚 问题是第二只脚有多长 那个脚有多长 那现在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那8523在这里 你第一时间你不敢买 甚至今天这个第一点打下来 你也以为 还要再回档修正 再修正再修正 可是可以拉上去 好 那明天呢 明天礼拜五呢 老师啊 涨一天涨两天涨三天 明天第四天 今天没有回 明天一定回 我还要去放空 那如果又上去呢 那我现在就问大家一点嘛 当时在最恐慌的时候 为什么国安基金在那一天 给你开会 我问各位一点就好 为什么 你们想过这一点 为什么在这一天 国安基金 就跟你讲 他下午要召开会议 好神哦 他怎么做出判断 他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尺嘛 那个这个尺度就是 我大盘今天 我跌到哪里去 我觉得我该进场了 因为他们会想一点 我国安基金 一定是在 最需要的时候出手 前面还有什么银行团护盘 鼓励公司买库长股 政策刺激力做多啦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都出来之后 国安基金顺势进场 水到渠成 我讲难听一点 有的时候国安基金是吃大家豆腐啦 可是这代表国安基金 他是有准备才出手 那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国安基金会准备 为什么见到8523那天 国安基金讲要召开会议 隔天就往上就拉了 礼拜再洗个盘 之后连涨三天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好就算8523 就算8523你没有买到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进场买 什么时候可以进场买 今天又涨了 明年会不会往上再推 今天收9739 明年如果再往上走呢 9800 9900 又要到1万关卡了 你一定有一个关键点位 是可以出手进去买的嘛 对不对 我就随便举例啦 以今天而言 这个关键密码就是在这里 打破平盘之后 在这里往下走 破了9600之后对不对 开始又站回到9600 这个就可以 这是最短线的啦 就是今天当天的一个终极密码 就是破9600之后 又开始往上拉 那那个9600点 就是一个今天的关键密码嘛 可是我讲的格局是说 我们从12197 跌到8523 很多人在这里套住了 或手中买手现金想买的 你错过8523 接下来我们什么地方要买 91112十连线 还是9000 还是8523 它一定有个数字嘛 它一定有个数字嘛 那这数字是多少 你不会买到最低点 可是什么是让你安全 又能够大赚的 的点位你进场 好 我们再讲一次 不管你现在手中 有没有套牢股票 还是说手中都是现金 都一样 你未来 你一定要有一个点位 让你能够安全买 又能够大赚的点位嘛 你起码要有个进出的依据嘛 我要卖也是等那个点位 到之后往上拉 或是这个地方 相对低点进场之后 往上拉 我们开始在做卖出的动作 那同样的我要买 也是到那个点位之后 我要出手去买 就像我跟你讲的 那到底是多少 你不要乱拆 我已经告诉你在这里了 9字头在这里 对不对 我没有跟你亂讲 给你什么XXXX关键密码 这代表说我已经 早就已经 在计划当中了 9多少点 这里面这些股票 很多人在问 老师啊 谈了好几天 文贸 哎呀连涨三天 今天压回 怎么又拉起来了 好厉害啊 6230超重 最近很强哦 你看 杀下来了 哎呀赶快获利了结 尾牌给你拉 拉到几乎最高 3324的双红 来这里面这些股票 有没有看见 这都是利用人性 在恐慌的时候怎么样 做筹码换手啊 我光讲散热就好嘛 对不对 郁金光光学 我们在狙几档 郁金光 3406 收最高 从297块钱 涨到今天419.5 收最高 差了多少 差了多少 差了122块 122块 他一定有个位置嘛 那你找对了关键密码 关键位置之后 对不对 你不要说122 你赚个七八十块也有 可是现在我们就 再强调一点 就是当8523 在短线上大家都还在看 我要不要再来打第二只脚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要有个底了 这个第二只脚到底要在哪里 这里面很多股票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 在这里各位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那个关键的数字 大盘在什么位置点 能够让你安全又能够大赚的进场点 先把这个搞清楚 大家懂我意思吗 那这个部分来讲 我说电脑老师可以告诉你 没有问题 节目上面我不方便讲 对不对 法律规定的嘛 你不能去预测股价未来 连指数都不可以去多谈 所以我就不讲 但是我会告诉你 你电话告打进来 你把表单填好 什么表单 你的投资分析表 我现在跟各位也讲 好 那这个关键密码 这个数字 我会义务告诉你 没有问题 好不好 没有任何的负担 什么才是你让你进场的 安全又能大赚的关键密码 好 想知道的 来电 索取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领服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各行各业 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其实这一次 我先跟各位讲 这个两兆美元的振兴方案拍板 这个最新的 美国白宫跟国会周三 这个两兆美元 两兆美元大概相当于就是 九个台积电的市值 各位就想想看 九个台积电的市值 撒钱 多不多 非常多 A huge money 不可会言的 这个金融大震荡 等级相当高 几乎把全球的金融市场 瞬间打回到倒退十年 十年间都破掉了嘛 对不对 那热钱呢 还在啊 它还会再泛滥啦 股票市场里面就是人跟钱 情绪的拉扯 标的只是中间的媒介而已 重点是什么人 什么钱 什么时间 热钱在不在 热钱还在 而且越来越多 所以 你不做 我跟各位讲 你不做可以 那就落后十年 就落后十年 你不会买到最低一点 可是你做对了 就领先十年 你要不要做 你要不要做 老师早知道8523 我就下去去买 我也不要全力重压 我起码买一点点 反弹上来 我跟各位讲 你低档 没有这种做这种准备的 你高档就会随便买 低档 不敢买 高档就随便买 但没有关系 我说你们不会买到最低一点 那是神做的事情 所以8523 你没有买到了 你赶快 把握 赶快 不要再等了 那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 能够让我们投资安全进场 又能够怎么样 兼具获利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各位讲 国安基金它为什么要进场 它的标准点位在哪里 前面的SOP 对不对 所以一定有一个 关键的数字在这里 那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天机不可泄露 指数密码 那这个关键密码有两组 第一组是指数密码 到什么点位 我强迫带你去买 我带你去出手 这个十年难得一见的大行情 你也不用急 你说我要买到8523嘛 对不对 你差那一点点没有关系 可是重点是 在什么点位能够让你安全又大专 在这里 另外就是倍数密码 什么股票跌到这里来 很多说遍地是黄金 那哪一个黄金 你要捡起来 捡起来才是黄金 你要弯腰下去 对不对 所以两组密码 两组关键密码非常重要 不会做的 真的是一定要赶快把握 对不对 所以有些股票 你看像这个精彩 很多人套住 一天 两天 明天解禁 明天解禁 你怎么做 你八十块九十块套到了 你不跑 你根本跑不掉 为什么 你不跑根本跑不掉 因为他在这里做崩跌的时候 他被分盘交易 你懂为什么 二十分钟一盘 已经九天了 已经十天了 明天解禁 那老师啊 那这个股票可不可以买 什么时候买 我觉得还是重点在哪里 我说在八五二三之后 有些股票是相对上面来讲 不错的股票 可是你要等的是一个安全出手的点 你不可能每天去买 你每天去买 你当然每天买 你一定买到八五二三 对不对 你这些股票 像什么 这个 郁金光啦 这个 这个茂林 4935 茂林 你每天去买 你一定会买到七十二那天 但问题是 你有那么多钱买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的是一个最关键的点位嘛 要买什么 我觉得这边这个股票 就是一个很好的 我等的就是一个点位 就是指数密码一来 一出现 一出现了 我要强迫 进去大干一场的 所以这两个是深深 或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指数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什么位阶 什么关键的地方 我们要出手 那要买什么 一个一个的按 当这个密码出现之后 当这个指数 点位出现之后 我要进场去买这个股票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在强调的是 你不会做没有关系 你做对 你会领先十年 你不做也没有什么损伤 那可能就长期嘛 存股嘛 很多投资人都这样啊 股票一百 百三年五年十年的 也可以 也可以 那个 但想赚钱的呢 想赚钱你必须自己动作 那不会做怎么办 不会做赶快找会做的人啊 我没有讲我一定就是 唯一的那个Mr.Right 你可以找 你喜欢找谁都可以 对不对 但千万记得一点 低档不会做 高档就随便做 你低档不敢买 高档就拼命追的 一大堆这种 还有那种天天买天天买的 我给你的是一个 有依据进出依据的 那这个指数密码 你把它拿到手之后 对不对 你进出会有依据 然后你再看 要买什么股票 所以我想这档股票 X4一X 这个股票 你拆得出来 我算你厉害 那你拆得出来去买 我相信 你一定会佩服我 你后来就会知道了 但如果拆不出来呢 那就跟着做嘛 那就跟着做嘛 对不对 我们再强调一次 8523是不是低点 不重要 老师怎么不重要 因为我认为 神才会买到最低点 你要买的是一个 安全又关键的位置 能够让你大赚的位置 不是买到最低点 更不是天天买 好不好 没有那种什么 第二只脚 第三只脚的 那脚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脚 我讲白的 白话啦 它就是我心目中的 第二只脚啦 好不好 可以吗 9XX8 那股票部分呢 所以有很多股票在这里 我们可以怎么样 去操作 但是我觉得 你先把尺数密码拿到 不会做的 跟着做就好 那这个背数密码吗 赶快来抢啊 不会做就跟着做嘛 没做到 8523没做到 赶快来抢啊 关键密码 两组关键密码 环环相扣 8523是不是最低点 我来告诉你 尺数密码在这里 电话拨通 赶快做 快来抢关键密码 我相信在这里 我们选择一个相对 低档又非常安全的 点位进场布局 能够帮你兼具风险和利润 不会做的 一通电话 跟着我们操作 好不好 丁老师 关键密码 电话拨通 我们一起进场 去大抢便宜货